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天下的人憎恨 那么他可说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呢 虽然天下说这些话的大部分都是平常人 千百人里也难找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那么以平常人的眼光和见识来评论非常之人是可信的吗 所以 享誉满天下的未必不是被人厌恶的伪君子 遭天下诽谤的未必不是伪人 俗话说 盖棺论定 我看有不少人死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对他的评价也还是没个定论的 各自认为自己所评论的是非没问题 那么后世的史家或论者将如何从中甄别鉴定呢 如 有的人被千万人赞誉 同时也被千万人诋毁 对其称颂到达顶点 对其诽谤也到达顶点 他今天所遭到的诋毁 正好可以与他当初受到的赞誉相抵消 他今天所受的赞誉 正好与他当初所受的诋毁相抵消 想这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回答是 这种人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非常人的尖雄 也是非常人的豪杰 我们暂且不论 而看他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 就不是平庸之人的眼光和见识随便可以信口赐黄的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读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 我惋惜他见识的不足 我又同情他的遭遇 李鸿章曾环游欧洲 在德国面见当时的宰相彼斯迈 曾请教的问道 作为异国的大臣 想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事 但满朝的人与自己意见不合 大家合力阻挠束缚你的手脚 这种情况下 仍想不放弃自己志向 应从何处入手怎么做呢 彼斯迈回答说 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 有他支持你就获得了特别权力 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李鸿章说 比如现在有这么一个大臣 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 都能听进去 君主身边的进臣和侍卫人员 又经常胡假胡威 借主子名义把持着大局 那处于这种情况的人 该怎么办呢 彼斯迈深思了良久说 作为大臣 如果他是以忠诚之心操劳国事 估计就没有不被君主理解体谅的 只有与富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说了 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 普通华文 如星遥日记所登在的内容 因有所忌计而不敢权益 对此李鸿章沉默认同 哎 我看李鸿章胸中的气闷不快和牢骚忧郁 不是旁观者所能理解的 我因此批评他 我也因此理解他 自从李鸿章在全世界扬名以来 五大洲各国各界 几乎只知道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 简单的说 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了 以假国人的身份来评论 以国人的事 是必然不能得知其真相的 原因自不必说 但若举出重要人物 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 第一流的重要人物 读中国近代史 势必不能不说到李鸿章 而读李鸿章传的人 也势必不能不参见中国近代史 这是有时之事都认同的 所以我现在这本书 也可命名为 同光以来大世纪了 不仅如此大凡一个国家今天之现象 必然与他之前的历史有因因关系 所以过去的历史是今天现象出现的原因 而今天的现象是之前历史发展的结果 以李鸿章与今日中国的深切关系 要想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 就势必要以高远而准确的眼光 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事 中国各民族的此消彼长 与兴衰的发展方向 及当今中外交涉中的隐情内幕 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 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独特位置 孟子说知人论事 事情事事固然不容易评论 而人难道是容易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的一些时评家 往往以平定太平天国 平定免军叛乱为李鸿章的功绩 以数次与外国的谈判 议和为李鸿章的罪过 我以为这种公罪评价都有失妥当 过去彼斯迈曾对李鸿章说 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异族入侵当作功绩 而保全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 是欧洲人不赞赏的做法 李鸿章评定太平天国和免军叛乱 可说是兄弟间同事糟割 兄长得胜罢了 如果以此为功劳 那天下兄弟们都会忧惧不安啊 国人因为国耻激愤已久 痛恨与外国的合议 从而把怨恨都迁怒集中到 李鸿章一人身上 释出固然有因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想 在1895年23月份 1900年89月之交 假使这些批评者也处在李鸿章的位置 那么他们的举措和行为 果真就能比李鸿章表现出色吗 对李鸿章批评指责的人 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嬉笑怒骂 突一时口舌之快罢了 所以我对李鸿章对于中国的公罪评价 恰恰是与此不同的 李鸿章现在已经去世了 国外的评论者都把李鸿章 当成当今中国的第一人 有人说 李鸿章的死 势必会带来中国局势的大变动 李鸿章果真可称得上 中国第一人与否 我不敢说 但现在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的人 三四平以上的官员 没有一人比得上李鸿章的 这个是我可以断言的 李鸿章的死与中国全局有无关系 我不敢说 但现今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 如同虎失去齐昌 失去得力助手 瞎子失去说唱的本领 可说是情势危急 前途堪忧 此后麻烦事会越来越多 这个也是我敢断言的 而我又希望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评论有实其真 假使这些评论是真的 那么以我诺大一个中国 只靠一个李鸿章来支撑吗 中国还有病遇的时候吗 西方有哲言说 时事造英雄 英雄也造时事 像李鸿章这样的人 我不能不称他为英雄 虽然他是时事所造的英雄 而不是造时事的英雄 时事所造的英雄是平常的英雄 天下如此之大 历史这么久远 何时何代没有时事呢 所以读一读24史 像他李鸿章这样的英雄 可说是为数众多 车在斗梁 而造成时事的英雄 跃进历史 往往千年也不出一个呀 这就是我中国历史 一直以来 因寻守旧 缺少创造活力 终不能大放异彩 震撼世界的原因 我写这本书时 胸中自始至终 有着这样的感慨 历史学家评价霍光时 常感叹其不学无数 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 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 也因这四个字 李鸿章不了解 国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原理 不通晓世界的大趋势 不懂政治的民生之本源 在十九世纪 这个竞争进化加剧的时代 只知道做些 填补缺漏的改良工作 苟且偷安 不畏修养并扩充国民实力 做些事情 把国家建成 威名远扬的强大国家 仅仅减实了点西方的皮毛 取水却忘了源头 就此自足自安 甚至还凭借自己的 那点小才智 想与世界上著名的 大政治家抗衡 让出大的利益 却争进迎头小利 这不是他不鞠躬尽瘁 但这于是何补呢 孟子说 在尊长面前大吃猛喝 却讲求不要用牙齿啃干肉 这就叫做不知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说得很对啊 李鸿章晚年所做的事 装装失败 都因如此 尽管如此 这又何必身家指责他呢 他李鸿章本来就不是一个造实式的英雄 大凡一个人生于一个社会当中 总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思想 习俗和观念所束缚而不能自拔 李鸿章没生在欧洲而生在中国 没生活在今日而生在数十年前 先与他而生和与他同时代的人 并没出现一个能造实式的英雄来引导他帮助他 而当时中国所孕育培养的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自然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况且他的遭遇也和他的心智在当时形势下难以得到实现有关吧 所以我说 我敬李鸿章的才干 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 而哀恋李鸿章的遭遇 但自此后会有沿着李鸿章的道路有所成就的人吗 时事既然已变 那能称为英雄的自然与以往也不一样 希望他不要用我为李鸿章开脱的话来自我宽恕